欢迎来到小琪的分享课堂 这一次我录就咱们的天天向上 学习到了非常多的新的有趣的知识 所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探讨和分享一下 到底什么是元宇宙 一个比较普遍的定义就是 数字科学前沿的第三代互联网 这是虚拟空间、真实时间 并且它是与现实紧密相连 但是又高度独立的一个虚拟空间 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提到的UGC UGC就是用户可以创作 相对于之前我们其实遇到更多的PGC 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PGC就是团队为你做好产出 其实元宇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块支撑 就是AI AI的技术其实为元宇宙 服务了一条很广广的道路 这次也了解到 其实AI也会应用到我们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比如看病 在医生给出判断和写出病例之后 人工智能会同时的去分析这个事情 跟医生的判断是不是一致的 如果他觉得是一致的就会给予通过 如果他觉得是不一致的 他就会给出提醒 去帮助医生更好地寻找到一个解法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做到了一个普及医疗知识的一个地步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游戏 因为大家知道我特别爱玩游戏 其实有很多游戏里面也已经出现了这个所谓元宇宙的概念 像某位国外的音乐人朋友 在这个游戏里面办了一个自己的现象演唱会 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讲 可能也会去想一想我的音乐在未来的世界会怎样去发生 会怎样去制作 元宇宙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辅助我们现实世界的一个方法和方式 然后在这里呢 也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些关于元宇宙的电影作品 以上的三部电影呢 其实或多或少可以从各个角度和各种科学的发展性上 去为大家揭示什么是元宇宙 元宇宙里面会需要用到哪些科技的软件和硬件 所以我也希望这一期的视频呢 能够提起大家元宇宙的兴趣 很多人认为可能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就能够拥有绝对的自由 但是这个想法一定是错误的 真正的绝对自由一定是自律 谢谢大家 我是张延祺